非常惊喜 因为 麋鹿是中国的国宝之一了 曾经在中国消失了 虽然它们在动物园里很常见 但是在野外的麋鹿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就最让我感觉比较惊喜的 就是它们生活的这面区域 其实就是当地的村落附近 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和谐的一个状态 2020年 也就是这个时间段 当时我们这边就是 监测到麋鹿的总群 只有大概50头左右 接着到今年 今年我们这边观测到的或统计到的 这个总群数量已经达到了600多头 仅去年一年 大概新出生的这个小麋鹿仔 大概就200头左右 目前已经整治到位2万多亩 它的主要整治就是退于环石 就是将以前老百姓 就是将以前老百姓散自匡为的这个渔业养殖用地 重新这个收回来 收回来又做了一些这个实地改造的影响工作 第一不要去伤害路 不要去攻击它 不要去惊吓它 不要将你的无人机飞在它的附近 拍摄的时候也惊悄悄的 就不要去追逐 这样就是好了 另外一点就是更重要的一点 不要去投喂 你如果依靠投喂 让他们和人类的关系 和人类的这种界限 模糊了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出现攻击人类的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相濡于墨 不如相望于江湖 我们共享一片天地 但是我们互相不干涉 不影响 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